哈喽 大家好 我叫敏思思 来自黑龙江 今天来到非尼沃叔的舞台 是想找一个 有关于新媒体的工作岗位 希望各位老板 能给我一个机会 领我总向更广阔的天空 好 欢迎敏思思 欢迎你 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企划 硕士专场登场的 第一位求职者 我想问一下 你第一个关键词 叫千万别说话 这个是对企业家们说的 还是对你自己说的 千万别说话 是所有人对我说的 因为他们看我不说话的时候 还蛮文静的 然后呢 然后一说话感觉 哎 这不是个老爷们吗 没有啊 我就看你今天这穿着打扮 和感觉 你现在是在扮演一个 温文尔雅 温文尔雅的米思思吗 对 我这个出于礼貌 我觉得应该开场的时候 我是应该可以这样子 那你准备登场多久以后 开始不礼貌 那应该是在你cue我 和你们拜托我的时候吧 思思 从你走下来的那一刻开始 比赛就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 是吧 你现在要是太柔弱的话 有一些企业家可能就会觉得 啊 这是一个柔弱的女孩 所以与其被动防守 不如主动进攻 我特别懂她 我觉得那个 因为今天你也伪装 对 我今天 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你今天穿这件衣服 赵小叶穿裙子了 哎呀呀呀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感觉是被造型封印了 她肯定也是个感觉 就被封印住了 是 我封印 但这个造型确实是我自己选的 因为我想找一个 就是新媒体相关的工作的话 她一个女性的形象 去带流量的话 我觉得我的展示面是OK的 然后就是说 我的极致反差的另一面 是在工作中 其实不适合你 你何必这么自己折磨自己呢 普通人的痛苦是别人给的 天才的痛苦是自己给的 哎呦 喝 哎呦 天才啊 我赞同她这句话 她今天实际上台就是 穿的是像 我说好家伙 求职的 不像求职穿个晚礼服 这么狂妄的 哎 你是埋太张继是吗 面试的穿的像个艺术家一样 来 张继请体力来 我就不是艺术家 你转一圈 来来 轻轻地转一圈 但是我是把艺术参加在身上